是啊 也是这个世界上 最不负责任的爷爷了吧 龙好臣此刻有些懵了 他转头看向一旁的杨浩涵 杨浩涵向他点了点头 是的 他是你爷爷龙天印 也是咱们骑士升天 另一位身影骑士 你们家有规矩 后辈必须一切依靠自己的努力 你父亲是如此 你也是如此 你们龙家看来真的要一门三神印了 爷爷 龙好臣有些怪异 看着目光越来越柔和的龙天印 不知道为什么鼻子一阵发酸 原来啊自己竟然还有亲人 不只是父亲还有爷爷在 爷爷 龙好臣后退一步 再一次跪倒在地 向着龙天印 恭恭敬敬地磕了三个头 龙天印的神情有些复杂 再一次将龙好臣搀扶起来 如果没有魔族该多好 如果没有魔族 这狗屁家规 老子就把他删了 我龙家后代 就算顽困一下又如何 可是现在不行啊 天父决定着责任和义务 孩子 受你这一拜 爷爷心里很难受 我从未给予过你什么 我这个不称职的爷爷 以后也帮不了你什么 好了 别说这么多了 好臣啊 你爷爷是为了 亲自检验你的实力 所以才作为你测试对象的 我们商量后 决定同意你通过这一次的测试 可是我输了 输给一位山印 其实很丢人吗 你所表现出的一切 已经足以令我们震惊了 从现在开始 你就是一位精金鸡座骑士 在你前往圣山 寻得新的坐骑之后 就可以开始你 千万功训的任务了 是 不过 我要和你约法三章 你与魔族之间 你是多次教授 魔族对你熟悉的强者 应该不少 你的一些能力 都被魔族所熟知 因此 你必须要尽可能 隐藏自己的能力 首先 你这一双重剑 是不能轻易使用的 还有你那灵炉 也不能用 这些都太明显了 同时 你在战场上 也必须始终穿好铠甲 遮盖中面容 使用技能时 也要避免使用敌人 所熟悉的 明白了吗 你要知道 如果你的身份暴露了 那么很可能会将 魔神月月魔神和星魔神引来 到了那时候 就是咱们骑士圣殿的灭顶之灾 如果你还想和你的伙伴们 有重剧之日 那么一切就都要小心 是 好了 你回去休息吧 从现在开始 你就是 精金基座骑士 十二号 在咱们骑士圣殿 史诗级的精金基座战凯 一共就只有十二套 明日一早 你来找我 取属于你的战凯 然后 我会安排你 先往骑士圣山 去吧 龙好生看了看 周围一片破败的样子 杨浩涵 则是有些无奈 我会命人收拾的 杨爷爷再见 爷爷 再见 龙好生向两位神引骑士 行了一个骑士礼后 转身大步而去 看着他有些不稳的步伐 龙天瓶缓缓地闭上双眼 他的呼吸 却是明显有些不均匀 老伙计 你总要给他点时间嘛 他能如此平静地接受 已经很不容易了 你不懂的 他和他爸爸一样 越是不说出来 证明心中就越在意 这个孙子 不好认哪 龙好生回到自己居住的房间 立刻进入了冥想状态 再得知 自己还有一位爷爷在世后 他心中所产生的负面情绪 要远比正面情绪多 而一年半的冥想 也令他意识到 守住自己内心纯净的重要性 所以 他必须要通过修炼 通过光元素的洗礼 来让自己的心恢复平静 很快地 他就沉浸在了光元素的海洋之中 同时 也消化着 之前的一战所带来的经验与不足 这是他第一次 真正面对一位强大的九阶强者 尽管龙田尹始终没有动用权力 但是这一战对龙好生的影响 依旧很大 五个光团渐渐地在龙好生身上亮起 眉心 胸口 小腹 以及双肩 在不断地学习骑士技能的过程中 他终于是冲破了七阶屏障 从七阶到八阶需要持续进行灵力的突破 每增加一个灵巧就意味着他能够多拥有一万灵力 可增加灵巧又岂是那么简单的 每一个灵巧的开启都是需要机缘 需要领悟 需要对身体更多的感悟 以及相当程度的运气 因此 从八阶向九阶的过程 可以说是一个不断突破瓶颈的过程 这是为什么八阶强者的数量 要远远多于九阶的原因 久为数之急 当灵巧修炼到九个之后 再想突破到十个 那就是难如登天 而这份艰难 也是八阶向九阶突破最难的地方 因此 许多八阶的巅峰强者 灵力都是在九万这个坎 而不是八阶通往九阶的十万 只要内灵力能够突破到九万 拥有第十个灵巧 基本也就意味着 突破九阶势在必得 龙好臣凭借着自身强大的悟性 最终完成了突破 并且一下子产生出两个灵巧 修炼速度和之间相比 有增无减 而且他隐隐找到了 灵巧突破的一些奥秘所在 甚至他的领悟要更加的深远 内心沉静 令他的深度冥想过程中 能够完全地投入到 对光元素以及自身的感受之中 他发现 伴随着灵巧的增多 这些灵巧就像是人体内的支点 胸口 眉心和小腹 这三个支点是核心 也是任何人类强者 在修炼过程中 必须要构建的三个位置 而接下来构建的灵巧 虽然可以是任何一处血脉交位之所 但是在突破七阶进入八阶之后 这些灵巧构建位置 确实会极大影响到后续的修炼 只有在最重要的位置 先将这些支点构建完成 再想细化发展 才能够更多地建立灵巧 而不是走进死胡同 支点概念的领悟 为龙好成未来修炼铺平了一条康庄大道 既然是构建支点 眉心的灵巧代表着头部 胸口和小腹的灵巧代表着躯干 那么接下来最重要的自然是四肢的支点 人的躯体就是头部 躯干和四肢所组成 因此龙好成毫不犹豫地 选择了在双肩之上建立了新的灵巧 并且最终获得了成功 事实证明它是对的 双肩建立灵巧之后 五大灵巧彼此相互呼应 同时因为双肩拥有灵巧的缘故 也令它在催动灵力的过程中 变得更加顺畅 才能够有更多的顺发技能 神卷者体质的好处 也是越来越显现出来 譬如光速闪这个极为实用的技能 对于其他八戒骑士来说 必须是要经过叙事之后才能完成 而它却可以凭借着 自身对光元素的亲和度直接顺发 这就是差距了 也正是这个差距 令它敢于挑战精金鸡做骑士 此时龙好成正在领悟的 却并非灵巧 而是之前与爷爷龙天隐一战 最后时刻所发生的奇异变化 同时进入史诗级状态的蓝羽光之芙蓉 和光明女神涌叹调 在发出狮子斩之后 彼此的力量竟然是有着融合的迹象 那暗蓝色的光芒究竟是什么 龙好成不知道 但他却能够感受到 一种充满毁灭性的恐怖气息 光明女神涌叹调是纯粹的光属性 蓝羽光之芙蓉 在进入史诗级之后释放的却是生命属性 光与生命的组合 为什么会是毁灭呢 不 那绝不是毁灭 虽然那一刻 暗蓝色光芒爆发出的力量无比恐怖 并且充满了破坏性 但是龙好成却隐约地感觉到 这应该是另外一种力量 而并非毁灭才对 只是融合的过程过于短暂 而且那份融合绝对算不上圆融 所以呢 留在记忆中的东西也就十分的有限 龙好成甚至无法肯定 再给他同样的机会 是否还能施展出这样的能力 但同时 他隐约地感觉到 如果自己能够抓住这种能力的话 说不定就找到了通往 更高层次的强大存在 唯一令龙好成记忆深刻的是 在发出那一击之后 蓝宇光之芙蓉在颤抖 光明女神永叹调 则是在轻吟 也就是说呀 从品质上来看 蓝宇光之芙蓉 终究还是要比 光明女神永叹调 逊色一筹 还需要更多的进化才能完成 但是他隐隐地感受到 以蓝宇光之芙蓉的自身材料和特性 他的进化已经是接近走到尽头了 想要令其继续进化并不容易 缓缓地睁开眼睛 龙好成惊讶地发现 外面的天色已经暗了 御龙观是一扇而见 能够看到外面世界的房间可不多见 龙好成明显是得到了极大的优待 大听 龙好成轻缓一声 金光闪耀 雅听翘生生地出现在了龙好成面前 看着他那精致的手臂和大腿 龙好成不禁有些无奈 雅听身上的衣服完全是自行生成 幸好他砍多了 也就习惯了 更何况在他心中 彩儿早已站满了全部的位置 主人 之前一战 你应该也感觉到了 蓝宇光之芙蓉 似乎有些承受不住史诗级的力量 他虽然在我们的神将术作用下 勉强进阶到史诗级 但依旧有所欠缺 就算是光明女神有贪掉 似乎也缺少了一些什么似的 蓝宇光之芙蓉 可以说一直在你体内温养 你的感觉应该比我更明显 有什么办法让他继续进化吗 有办法 主人 你忘记了那块在战士圣殿得到的天外陨石吧 蓝宇光之芙蓉的进化 之所以受到限制是因为他先天不足 自身的材质不足以继续与我们的光属性融合 所以才导致无法继续进化的 光明女神永叹掉的情况和蓝宇光之芙蓉差不多 只不过他自身所存在的剑意是蓝宇光之芙蓉所不具备的 因此 他的品质就要更高一些 现在 我基本可以充当这两柄剑的剑灵 但 却不能分心二用 只能选择其一 而随着我实力的进步 以及主人秀为的提升 这两柄剑 已经快要承受不起我作为剑灵师的冲击了 所以 今天我才没有融入其一 就是怕损坏到他们 我觉得 那天外陨石结构特殊 如果能让这两柄剑增其熔炼 就能极大程度地增强他们的品质 以后主人 您再要持续使用的话 一定可以促进他们再次进化 就算进化成神器 也没有什么不可能的 那 怎么用天外陨石熔炼呢 找一位炼金大师来帮忙吗 到了这两柄剑现在的品质 人力恐怕已经无法改变他们了 其实熔炼很简单 所需要的只是时间而已 这两柄剑都有了属于自己的灵性 将它们直接插入天外陨石之中 它们就会自行进行熔炼 只不过需要一个过程而已 听他这么一说呀 龙好臣自然是大喜国王 本来杨好寒也和他约法三招 在接下来完成千万功勋的过程中 不能够动用这两柄神剑 既然如此啊 正好趁这段时间 让他们与天外陨石进行熔炼 你便想着 他将天外陨石从永恒旋旅中给取了出来 这块天外陨石的体积可是相当不小吧 龙好臣当初在战士圣殿批出的那一件 老实不客气地 切掉了超过整个天外陨石的三分之一的体积 无论是蓝宇 光之芙蓉 还是光明女神有炭调 似乎都不太愿意进入永恒旋律 我总不能将它们留在这里吧 等它们吸收天外陨石的时候 还顾得上是否愿意吗 这可不好说啊 而且谁说非要将它们收入永恒旋律中呢 永恒旋律有孕育的能力吗 龙好臣的心中一动 是啊 天外陨石之中 含有奇异的金属成分 说不定啊 就能屏蔽两种神剑 不愿进入永恒旋律的情绪 退一步讲 就算它们依旧不愿意进入 自己也可以请羊爷爷帮忙啊 将它们暂时收存到七世圣殿的藏宝库中 反正这两柄神剑除了它之外 没人能够使用 经过之前的冥想 它的修为已经完全恢复 光芒一闪 雅婷将来雨光之芙蓉 就碰到了龙好臣的面前 龙好臣结果这柄 经过不断进化 微能越来越强的重剑 柔和的光元素 徐徐地注入 金光与蓝光 几乎同时升腾 在转瞬间 已经提升到了 圣剑的状态 轻微的嗡鸣声响起 光之荡漾发动 龙好臣渐渐进入到了 剑心通明的状态之中 剑一内敛 蓝宇光之芙蓉 开始散发出了 纯净的 近乎透明的白色 哭的一声 神剑前指 瞬间灌入 直指莫病 这天外陨石虽然坚硬 但它毕竟只是个物体 在龙好臣强达 八阶的灵力 以及蓝宇光之芙蓉的 风锐面前 瞬间破开 如法炮制 光明女神涌叹调 也从另一个方向 刺住了 这块陨石之中 龙好臣双手 各握着一个剑柄 默默地感受着 两柄神剑的变化 隐约中 两柄神剑 似乎都有些发热 其他的东西 龙好臣就感觉不到了 放心吧主人 我的感觉 是不会错的 雅婷一边说着 双笔张开 做出一个拥抱的动作 她背后的六片翅膀 顿时就亮了起来 柔和的白光 飘然而出 将天外陨石 笼罩在内 隐约中 能够看到 在雅婷背后 出现了一个 巨大的 顶炉虚影 光芒一闪 天外陨石 就那么在她 释放出的白光中 消失了 雅婷的脸色 则是微微一白 主人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 我可能不能帮你了 我要全力催动 圣影灵卢 带给我的孕育能力 来激发这两柄剑 吸收天外陨石 话音一落 她已经化为了一道 金色的光影 瞬间融到了 龙好臣体内 消失不见 清晨 龙好臣一那早起来 就直接到了杨好寒 位于骑士圣殿总殿 最高层的办公室 门前等候 今天的她 一身白色紧装 金色长发 披散的尖头 这已经是 简单的 不能再简单的穿戴了 但是 龙好臣只是站在那儿 无论她穿的是什么 都有着一种 属于她的气质 引人注目 通透的光明 无论是谁 看到她那双 澄澈的 没有丝毫杂质的眼眸 在感受着 她身体周围 那成静的光元素波动 都会不由自主地 被她给吸引 这么早就来等待 倒不是因为龙好臣 急于得到 精金基佐战开 她更是着急于 早至地开始 千万功勋的任务 那可是整整 一千万的功勋啊 不知道 有多少魔族 要成为她手中的祭品 而且 这可是需要时间的 想要早日和伙伴们团聚 和彩儿团聚 那么 她就必须要尽快地 完成这个任务才行 杨浩涵 并没有让龙好臣 等待太久 尽管 现在魔族的攻势 和之前相比 已经减弱许多 但身为 骑士圣殿的殿主 需要她处理的事情 太多了 在这圣战之中 杨浩涵和龙天尹 分工明确 杨浩涵负责 后勤补给 以及调动兵员 治疗伤患等 复杂工作 而龙天尹 只负责带领 骑士圣殿的强者们 在前方战斗 如果龙兴雨在 以他承接骑士的身份 来干这个活 是最合适的 可惜 这位三大神隐骑士中 唯一的承接骑士 却消失了 也自然要有人 来接替他的任务 龙天尹责无旁贷 毕竟杨浩涵还是 圣殿联盟的盟主 还有很多的事物 需要处理 这么早就来了 各位进来吧 杨浩涵看到 等在门口的龙浩尘 脸上不禁流露出 一丝笑容 一边说着 他退门而入 走进了办公室 龙浩尘先向杨浩涵 恭定了行礼后 这才是 跟着他走了进去 杨浩涵指了指 旁边的沙发 是以龙浩尘坐下 而龙浩尘 却是摇了摇头 杨爷爷 我就不坐了 请您检查 我的公军数职 我好开始 接下来的任务 你倒是着急 浩尘啊 在你心里 是不是很怪你爷爷 龙浩尘愣了一下 却没有吭声 其实啊 在他内心之中 也不知道 是怪还是不怪 只是他却无论如何 也无法对爷爷 产生出亲情的感觉 毕竟 现在的他 和当年的龙兴雨时 还不一样 遇到父亲的时候 他还小 只有不到十岁 可以说 龙兴雨是出现在 他成长中最重要的时刻 并且全力以赴的教导 陪伴了他两年多的时间 父子亲情 才得以建立起来 而龙天隐 却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况了 当龙浩尘见到自己这位爷爷的时候 他已经在与魔族的战场上出生如此多年 不知道遭遇了多少困难 多少磨练 多少次在生死边缘徘徊 可是 他爷爷又在什么地方呢 从小到大 他根本连爷爷的面都没有见过一次 正像龙天隐自己所说的那样 他绝不是一个合格的爷爷 龙浩尘虽然没有怪他的意思 但想让他心中产生出亲切感 也并不是那么容易的 杨浩尘 则是叹息一声 唉 这一切都是战争惹的祸呀 孩子 别怪你爷爷 其实他也是身不由己 或许你不知道 就连你父亲和你爷爷的关系也很不好 就是因为你们龙家的规矩 你们龙家先祖发誓 魔族一日不灭 本族子弟一日不能享有权利 无论是你爷爷 还是你父亲 都没法改变这一切 退一步说 你爷爷身为骑士圣殿 三大神隐骑士之一 他身上肩负的责任有多么重大 你想过吗 你父亲成为神隐骑士 不过才十几年的时间 之前 只有我和你爷爷是神隐 而我又要将更多精力 放在整个联盟上 可以说 咱们骑士圣殿总殿这边 完全是由你爷爷 一手支撑起来的 在这里 你爷爷的威望 可要比我高得多 身为神隐骑士 要肩负的东西 实在是太多 太多了 他根本顾不上亲情 当初 你奶奶就是死在御龙关上的 可你爷爷 在为他受灵一天之后 就再次登上了御龙关的城头 从那时候开始 我从未见过你爷爷笑过 作为一个男人 不表露出自己的情绪 并不代表着 他自身没有丰富的情感 你爷爷同样也很苦 我知道 周然让你接受他 还是十分困难的 我只是希望 你能够理解他 你爷爷这一生 可以说全都奉献 给咱们骑士圣殿了 他是真正的英雄 而作为一位英雄 他付出的东西 也是常人所无法想象的 你应该 以自己拥有这样一位爷爷 而自豪骄傲 而不是怪他 你明白吗 杨爷爷 您说的这些我都明白 所以我并没有怪爷爷 只是他的出现 对我来说太突然了 以前父亲也从未对我 说过爷爷的存在 我需要时间 您能给我一些时间吗 这是当然 只要你心中不怪他就好 这是你们爷孙俩的事情 你加入到这场战争中 你爷爷可是顶头上司 你很快就会知道 他在战场上是何等的英雄料得了 有他在御龙馆城头 就算是死灵魔神萨米基纳 也不敢轻易冲击城头 杨爷爷 那请您记录我的功勋数值吧 董好尘一边说着 他将烙印着功勋令牌的手臂伸了出来 杨好汉点点头 取出了一个小型的灵器 在上面记录一下 当他看到上面显示的数字时 不仅是为之以单 董好尘的功勋令牌内 存储的功勋数值 竟然是高达七位数 超过了一百万 你 你怎么有这么多功勋 你别忘了 我可是杀死了 蛇魔神安度玛里啊 而且 昊玥和雅廷击杀的魔族 也都会算在我的身上 不过 我可要向您提个意见 作为第一个击溃魔神柱的裂魔者 这笔功勋 可是没算在我的战斗功勋中 我请求联盟给予 管您要个几百万功勋 不算多吧 最好也都计算在 我那千万功勋数量之内 臭小子 你这是敲竹杠吗 杨爷爷 这不能算敲竹杠吧 好了 这个联盟早已商量过了 你们破坏了魔神柱 却是给联盟理下了大功 但是 功勋奖励 却是没有的 啊 为什么 如果你实在小功勋也可以 给你个两三百万也没问题 当然 不能计算在你的千万功勋任务中 不过 联盟原本打算给你的奖励 可就没有了 联盟原本打算给我们什么奖励啊 我们商议之后 鉴于你们联盟团队联盟做出的重大贡献 因此 决定取消你们团队今后晋级中所需要的一切功勋 这个奖励 你还满意吗 满意 太满意了 取消今后晋级的一切功勋 这个不是一个小数字啊 要知道 联盟团曾率级晋升的王级 就需要高达一百万的功勋 从王级晋升到 帝级 则是需要高达一千万的功勋 至于说从帝级晋升到称号级嘛 那需要的东西可就多了 实力要达到 还要为联盟做出重大贡献 至少要击杀多少名的魔神 这些全都完成 才能够成为称号级的猎务团 也就是说啊 就算不考虑最后升为称号级 前面的晋级也还是需要高达 一千一百万功勋 这个数字的功勋值 就算买上几件史诗级装备都够了 联盟给予他们这个奖励 不可谓不大 杨浩涵记录了龙浩尘目前的功勋数字 好了 兴奋留在以后吧 反不成你眼前的千万功勋任务 你们团队就不能重组 这奖励对你来说 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不过我必须要再次提醒你 无论你多么急于完成任务 也必须要注意自身安全 你的安危对于联盟来说的重要性 不需要我再强调了吧 是 龙浩尘恭敬地答应一声 杨浩涵右手一抬 一道金光射落在办公室内的空地上 顿时 一个浓语至极的灵力波动扩散开来 一个看上去 不大的长方块 出现在了龙浩尘的面前 这个长方块的高度 只有半尺左右 长约一尺半 宽一尺 这个体积并不起眼 但重要的是 它上面却散发着橘红色的光彩 只属于史诗级的橘红色 长方块上 没有什么规律的花纹或者是雕刻 但却有很多棱角分明的线条 充满了神秘的质感 这是 怎么 看上去还没秘银基座展开旋理 是不是 这就是你要的东西 金金基座展开 是诗纪 它的体积 是要比秘银基座展开要小 而且 金金基座展开的厚度 也要低于秘银基座展开 但是 它对你的踪幅 却是秘银基座 无论如何也比不上的 金金基座 是咱们吉士圣殿 鲜达们 欧兽立血之作 当你使用它的时候 自然会感觉到 它对你的帮助有多么巨大 希望你好好善待它 利用它 奋用杀敌 知道你成为神印骑士的那一天 是 是 是吧 年轻人总有些好奇心吧 穿上它 你前往骑士圣山 我也就放心了 当然 外面 要套上剪斗篷 以免它 泄露了你的行踪 看着面前的长方形 也就是 金金基座展开 龙好尘的心跳 不得及得加快 它虽然已经拥有了 几件十世纪的装备 但眼前的这一件 却不一样 从品质来说 可能光明女神用探调 还要超过这套铠甲 作为星光神兽的日月神窝盾 也要超过它 可是那些 并非骑士圣殿的专属啊 只有这一件 代表着 无数骑士荣耀的 金金基座展开 赋予了龙好尘的 才是 骑士圣殿的至高荣耀 几乎每一位神印骑士 都曾拥有过 属于自己的 金金基座展开 深吸口气 龙好尘 看向了杨好涵 杨爷爷 我要怎么做 战少计 用你的灵力 去感知它 优优独播剧场上的 优独播剧场上的 优独播剧场上的